中央社香港28日综合外电报道,比特币今年来价格飙涨了916%,朝向1万美元大关逼近,这波狂潮使得验证比特币交易所需的庞大运算能力需求攀升,使得台积电等一些相关设备的台湾制造商大大受惠。 彭博社报道,挖掘比特币的矿工对台积电特殊晶片设计商与显示卡制造商的产品采购量正大幅成长,加上更多竞争者投入挖矿行列,且验证比特币交易的运算更加艰难,因此最厉害的比特币挖矿设备需求应该只会增加。 盛博香港公司Sanford C.Bonshine In Hong Kong的半导体分析师马克·瑞·Arcloy表示,这是厂军备竞赛。挖矿使用高度密集的科技,需要运算速度非常快的晶片才能在系统里挖到币。 根据马克·全L部的报告,有二类台湾企业可受惠于加密货币的蓬勃发展,分别是半导体制造业及特殊应用机体电路ASIC设计服务商。 首先,半导体是挖矿最基础设备,而台积电是半导体制造业龙头。 尽管台积电的加密货币相关产品营收目前最多仅4亿美元,约清台币120亿元,占公司第三季庞大的营收总额比例只有5%,不过负责生产iPhone手机晶片的台积电正面临智慧,手机和电脑市场降温因此出现新的产品需求可带来新的希望。 报告指出,拥有全球最大比特币矿池的中国企业比特大陆,Bitmain,一直是台积电先进16奈米制成的最大用户之一。 此外,参与晶片封装业务的有日月光和细品。 另一方面,比特大陆这类挖矿公司设计和制作自家专用特殊应用机体电路,也就是专门为挖掘比特币设计的晶片。 报告表示,挖矿企业将这类特殊IC的部分制作程序外,包给向台湾的创意电子和世鑫电子这类公司。 这两家台厂今年来股价都已飙升超过179%。 译者中央社将挣钱106万1128。